各位午安啊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聽力的大考驗 現在手上這把是VFC的MP5 A5 那他可以選擇單發還有三連發或是全連發 那我打一打之後覺得說他聲音還蠻塑膠聲音的 不過他會掛四槍 那想說我們竟然有一個錄音的設備 所以現在用比較好的麥克風 等一下我們來試試看這一把主角 那配角是這一把 這一把是KWA的MP9 那也是一個衝動槍 那等一下也是選擇單發 來試試看聽一看這個聲音 那當然還有一個跑龍套的 就是一般手槍讓各位聽一下 這把跑龍套 這一把是VFC出的6Hour M17 那等一下我會把內容點打開 來讓各位聽一下他的聲音 他後座力也蠻強的 那但是他說鋁滑套裡面 有一些設計上比較沒那麼清脆 所以他也有比較特殊的聲音 等一下我們就來聽這三把槍的聲音 那我打算怎麼做 就是每把槍都射擊三發 那因為每個彈夾有多有少 像這個大概就24發左右 然後MP9的話就50發 然後MP5的話就是30發 所以我們還是以他為主 有最少的來當做我們的一個限制 我們大概這個彈夾射完完就結束這樣 那所以我們打算說 讓各位去聽一下聲音的變化 所以每把槍我們都打三發之後就換槍 打三發之後就換槍 然後在我左手邊的畫面之外呢 那是有一個鋼把 有幾個鋼把 距離現在大概有14公尺左右 那各位沒看到畫面沒關係 主要是讓各位先聽一下聲音 看到他滑套動作等等的 這有趣有趣的 然後我們就涉及到的時候 他就當一聲 各位就很清楚說他有沒有涉及到 其實大概也可以知道說 他的準確度如何 那但是我們要欺負老大哥MP5 所以我們現在新的槍種 那個M17啊 AMP9啊 都裝了光學瞄具啊 然後 我們這經典的MP5 雖然是衝繪不對的一個名槍 但是我們還是維持在古老時代 就是只有機械瞄準具這樣子 的方式來設計 好那我們就準備來開始喔 那考一下各位的耳力 那或許再經過軟體的一些 壓縮啊 可能聲音會不太 區別不會那麼大 不過各位還是盡量聽聽看 或許你可以拿耳機來聽聽看 好我們準備來開始喔 先從最小先開始M17 然後再 我們的老大哥MP5 然後再新的大哥MP9 來吧 我感覺子彈沒上去 我們還是等一下再看看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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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double fit 再X一次哦 不然這個掛式不夠吧 好,我們再來哦 再X 再X X 後注力感覺比較小,可能細化的問題 剛剛瓦斯沒有關太標準 可能需要再校正版 這MP9,可能今天剛換電池,這個描劇電池 我有把它拆起來,可能就讓歸零有點跑掉 不過真的後注力很小,甚至比手槍還要小 這M17後注力還是分得蠻大的 我們打快一點好不好 看快一點的聲音會不一樣 Double Tap 我們來Double Tap看看 子彈如果夠的話 第二發都會MISS 讚 Double Tap MISS太多了 Double Tap 差一點點 看有沒有子彈,三連發看好不好 Double Tap Double Tap 有東西嗎 還有耶 還有子彈耶 讚喔 MISS 1 好,那我們後面的話,就 看他剩幾方,我們後面也打幾方 來吧,把他打完 啊,沒了 好 好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聽到粗聲音的差別呢 或許可能會被那個當當聲給影響到 那我們現在後面還有幾個子彈也把它打完好了 就是 預計我們的MP9可能還有 還有二十幾發吧 然後MP5的話大概剩 剛剛打大概差不多十二 大概剩了八發而已 我們就Full Auto 來吧 Full Auto 這把槍的第一次Full Auto獻給各位 捨不得打他 來吧 好,沒了 MP9的Full Auto 來吧 哇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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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剛剛射出去的子彈真的是非常直啊 非常直啊 然後子彈量也夠多 這個打架好爽 應該他的循環射速蠻快的 所以 比剛剛 嗯 或許有空我再拍一下MP5的 這個Full Auto 這樣全連發 看看效果怎麼樣 但是剛剛發現這個 以前我記得他每分鐘可以到一千多發 所以真的打架滿爽 好 那我們的這個Comparison到這邊 各位拜拜 好,拜拜順心